我們是把它從那個另外的檔案的那個圖貼過來 不過後來發現這個好像底下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按格式裡面 在那個這個圖啊 其實透明好像看不清楚會擋到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面喔 我好像試一下 這個格式裡面有的嘛 可以把它變白的好了 這樣好像感覺比較清楚 你看 不過還有這麼多效果啦 不過好像這個比較OK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1OK了 再來就第2 第2的話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裡面有講到嗎 分配股數 分配股數 分配股數呢 以業績 業績在這裡 搜尋配股數量表 配股數量在這裡 然後做什麼呢 配股數就是去查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以這個人的業績多少 1450萬 有沒有 百萬千萬 1450萬 那他應該分配多少股數 1400 有沒有在這裡 3萬5000股 所以以前你的做法是3萬5000股打上去 890 切過來 890 25000股 那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一直舔吧 對不對 當然不是要叫你做這件事情 而是什麼 你要想一個辦法 讓它更快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呢 剛剛做的動作 你就可以想到 如果你要 這個東西要在這邊查的話 你就一定要去查 你就一定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做V6塊函數 查羅函數裡面 它的位置是在什麼呢 檢視與參照 的 最下面一個 那這個V如函數 lookup 直接就是查詢 V的話 指的是 vertical 指的是垂直的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在垂直方向 去幫你檢查資料 OK 那所以第一個 V如函數按確定之後的話 OK 應該沒問題吧 查羅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類別是檢視與參照 OK 然後呢 最下面這一個 叫Viro函數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其實它會有問題 1234 四個問題要你回答 第一個問題說 請問一下 你要查什麼東西啊 我要查業績 告訴他 業績1450萬 Table array指的是呢 那你要去哪邊查 那你要告訴他 你幫我在這邊查 這個是一個配股數量表 我們剛剛有建一個名稱 F3 有沒有 這個F3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帶出 剛剛的名稱嘛 其中配股數量表 就是他了 你就不用切過去了 這樣方便也很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他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那請問一下呢 你要在配股數量表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 配股數量表 有沒有 這裡面呢 要怎麼幫你查比較好呢 OK 那特別注意 1450萬 他會怎麼比呢 他一定會比你這個表 裡面的 第一欄 第一欄 他幫你找到 找到之後 1450萬 有沒有 完全一樣的 沒有 可是會找一個接近的 1000到2000 有沒有 他會找到囉 可是問他 第三個問題是說 那我幫你找到囉 可是問題你需要的是 哪一欄的資料 這邊有123 那我需要的是配股數嘛 所以你這邊填這樣3 OK 第三個 第三個問題 意思說你要 我幫你查到之後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去 OK 第四個問題叫 Range Lookout 意思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找的是完全一樣呢 還是要找接近的就好了 如果你要完全一樣的話 這個地方 你就輸入 輸入什麼了 這個地方如果完全一樣的話 你就輸入0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話 你就輸入1 0的話叫一樣 可是問題來了 1450萬有沒有一模一樣的呢 好像沒有 所以我們只能找什麼 找接近的 有沒有 最接近的是1000萬這個位置 他會幫你把 這個資料帶過來 OK特別注意喔 那我這邊的話就不能用0 一定要用1 1的話一定找接近 否則如果你 你用0的話 他出來的結果會是找不到 所以這邊記得1 然後呢 還有一個問題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是1000萬 到2000萬之間 特別是 可是問題這邊是什麼 然後 你會發現 後面多什麼 多萬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呢 把這個 查詢的業績有沒有 再除以多少 1450 他這邊是1萬 如果你要正確的話 應該是各 20 百千 萬有沒有 要把它除以 1萬之後 再到這邊幫你比比看嗎 因為這邊不是 有沒有他這邊的話是以萬元為單位嗎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除以1萬的話 他會查不到 我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OK 做完之後的話 你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 把它快速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好 其實另外 VLAN數 這邊的C4 其實呢 還有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乾脆就是 告訴他說 這一欄 這一欄的同樣 列 F3 其實你可以 這一欄 你可以直接用業績 除以 1萬也可以 也就是你用C4 或業績 有沒有 好 其實兩個都可以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做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VLAN數 幫我查表 OK 查哪一個呢 配股數量表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那個 接下來 還有後面的起題 我們分別把它完成 那另外的話 現金鼓勵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就是 現金鼓勵是以什麼 原油股數 分配 盈於 什麼 原油股數 加 分配股數 先刮 除以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 乘的話是這個 這樣就有分配 所以後面這邊的話 其實如果你會 你已經滿名稱定義好之後 後面就非常簡單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要不要放這裡 放上面資料 編輯列 等於什麼呢 先打個等號 等於 原油股數 按F3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 原油原來有的股數 他原來有的股數在這裡 原油股數 加上 F3 分配到了股數 有沒有分配股數 然後呢 記得什麼 先加 之後再除 所以 小瓜壺 除 這個除 F3 總發行股數 在哪裡呢 好像比較下面 總發行股數 乘上什麼呢 F3 分配盈餘 在這裡 好 做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原來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的話呢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以後你老闆 跟你講什麼 反正要定好名稱 你只要 他給你公式 你結果就出來了 好打勾一下 即便你不知道這公式什麼意思 反正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第一名稱的好處就是什麼 很多東西 F3 存取就可以了 而且 這個公式 你一看也可以一目了然 會非常清楚 稅率是要繳多少稅 這邊說 稅率 是原來有的股數 加上分配到股數 去找一下稅率表 那稅率表特別重要 因為他是橫向的 橫向的 藍位名稱在左邊的話 剛剛 藍位名稱在上面 用V的函數 如果藍位名稱 在藍位名稱在左邊的話 記得用 H H 水平 水平 水平的 所以如果說我要水平的話 記得 我可以把原來這邊 原有股 其實公式這邊也有 原有股數加分配股數 你把它Ctrl C 取笑一下 為什麼要C呢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 用H 然後他說什麼 原有股數 加分配到的股數 你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除以1萬 為什麼要除以1萬 剛剛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沒有除以1萬 他是萬元為單位 F3 稅率表幫我查一下 F3稅率表 還在這裡 稅率表如果你不知道 裡面長什麼 你可以點這邊 再點上面 他切過來 那他比對一定是比的是 第1列 那請問一下 你要 帶回來是第幾列 Row index Row值的是列 哪一列啊 1 2 3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3 然後呢 Range Lookup 要比對 是完整 一模一樣呢 還是要找接近的 那一定要找接近 所以輸入1 OK 1的話找接近的 按個確定 他會幫你把稅率算出來 該繳多少稅 OK 有沒有 有12% 有6% 就像說你們現在所得稅 不過你們現在可能還沒有 開始有所得 沒有所得 如果你有所得稅 你有繳握稅 你就知道 算稅很重要 OK 然後呢 扣稅後現金鼓勵是什麼 現金鼓勵 乘上一減到稅 這個也是一樣 就跟剛剛一樣 等於 先記得 一定要先這個等號 F3 什麼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找一下有沒有 有這個 乘上 瓜糊 1 減掉 F3 只要是中文字的 你就按F3就可以了 稅率有沒有 有在這裡 指在這裡 1減掉稅率 當然這個公式 可能你對這 陌生沒關係 不過你只要什麼 把公式帶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這有什麼錯呢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他這邊什麼 對 所以怎麼辦呢 差幾個字 就差很多了 OK 所以把這把 現金鼓勵 我看一模一樣 OK 看起來一樣 特別重要 其實這個 你除了 MF3之外 你自己打也可以 好 出來了 完成 最後的話 就是排名 排名的話 到底誰 拿的現金鼓勵最多 有沒有 股東 他業績 其實他這個所謂的 業績值 其實這裏面的業務人員 以前是公司的內部業務人員也是股東 也可以 拿那個 現金鼓勵哪個排名最高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當然你不是說自己慢慢看 這裡的話請你用什麼 插入函數 不是用檢視與參照 其實你用什麼 統計 統計裡面好像之前我們用過一個叫 RANK EQ R A N K EQ 這個 這個是要算排名的 那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的 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這邊其實可以點這邊 或者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F3 跟他講說 在這裡面查 扣稅或現金鼓勵 這樣也可以 點這裡或者點 這一個名稱也可以 那去哪邊查 去這個裡面查 這裡面是哪裡 也是 所以這個上面的名稱 也可以拿來下面用 上面這個指的是這一個 下面這個REF指的是這整個範圍 他 在整個範圍裡面 排第幾個 按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OK了 另外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是用名稱的話 也不需要像之前有F4有沒有 F4是要加錢的符號 有沒有發現這邊 全部都不用加錢的符號 之前呢 要加什麼錢的符號 鎖哪個鎖哪個 這個地方 完全不需要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 最後呢 只要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兩個按鈕 答案就出來了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VBA 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我剛剛做的東西 雲端上也都有 在哪裡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這個程式 打開來之後這邊都有 12個名稱 怎麼做 這邊都有 不過呢 這個公式裡面 像這邊我是用C4 不過C4你也可以把他改業績 這邊G4 你也可以把他改成什麼 這個 扣稅後的先進股 所以這個跟這個可以改名稱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先進去 去看